首先我們今天很歡迎兩位嘉賓 首先我介紹自己 我是Daisy 我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基礎教育的導師 我是Daisy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我們佳寶幼稚園的方彥文校監 早晨方校監 早晨 大家好 我們亦都會邀請到佳寶幼稚園健身分校的金海琴副校長 金副校長 早晨 大家好 早晨 今天在這個下雨天裏面 歡迎那麼多位嘉賓都來參加我們這個網上的講座 今天方副校長 金副校長和方校監 就會和你們分享一個很特別的話題 好 接著這個時間我就交給金副校長和方校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早晨 你們好 早晨 好開心 今天得到香港鎮美大學極邀請 邀請我們在這裏做一個分享的 剛才也介紹了我自己 我是金副校長 而另外一位就是我的校監 方以文校監 方校監 早晨 早晨 哈囉 早晨 你好 在這裏除了我在這個機會可以和方校監一起 也都要介紹一下方校監 其實就是我的師姐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兩位都是在浸會大學的畢業的 而方校監更加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 學在第一屆的畢業生 而我就是在浸會大學更加有很深的交情 就是我在浸會大學持續進入進修學院裏面 方校監都定了一個題目 就是想和我們一起分享 如何成為Smart教師 因為在我自己的機構裏面做教師培訓 我都是很希望我們每一位同工都會成為Smart教師 這個Smart的意思是否要去到很高峰 或者真的要聰明智慧 樣樣齊備呢 其實是我們日常很容易可以表現得到的 當然一定是要經過培訓 我們這個Smart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個字 就是要充滿笑容 為什麼要充滿笑容呢? 因為我們每一天對著的 一定會面對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還有我們的家長 還有我們自己的團隊 如果我們面有笑容的話 證明我們有信心 做好準備 有親和力 有親切感 在做人的工作上面呢 我相信都是一個很大的動力和幫助的 剛剛方校監都可以說了給我們聽 我們有志成為幼稚園的老師 在心態上面或者是在準備上面 要有一個Smart的代表在這裡 校監剛剛都有說到在笑容上面是怎樣的 不如你也請方校監去說一下 在學校或者是家長 在小朋友裡面 我們怎麼用一個Smart的笑容去工作 好嗎? 其實我們每一天回來學校 因為人的工作 我們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比如自己的學校裡面 我們可能的同工 可能有十幾二十位 或者有些大的學校 有二十幾三十位同事都還沒有 每天早上我們大家都展露一個笑容的話 第一我們大家都會有一個好的關係 另外就是說 令到我們是充滿了一個和諧的氣氛 另一方面我們會接觸不同的家長 每一天我們會看到我們自己的家長 作為老師很多機會是做一些接待的工作的 如果我們能夠面帶笑容的話 起碼小朋友和家長都不會抗拒你 所以我們那個面露笑容 無論對成人或者幼兒都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小朋友 我們對的小朋友 他們真是很活潑、可愛、很天真 還有他們是很先入為主的 他們對著老師是和諧可親 他們是容易接近一些的 所以我們每每每都面對笑容 在他們眼的視線範圍 蹲下來和他們聊天 迎接他們回來學校 那個笑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 我們將來的有志成為老師的同學 你們很容易的 其實你們已經充滿笑容的了 這個已經一定是有個裝備在這裏 多謝方校監 那我都相信在我們前線的工作裏面 笑容是非常的重要 希望無論是我們還是小朋友 都是開心地上學 開心地放學過 那除此之外 我知道幼兒園的老師 很多人都會說很有愛心 校監是不是其實除了愛心之外 你都帶了有幾個心和我們分享呢? 是啊 這個愛心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先走的 因為我們面對小朋友 會有很多不同的學習能力 我們就對他們每一個都是公平的 也都是表示我們這個Smart Teacher 第二個的英文字母 M 我們要有好的Manner 或者代表Moral 也都是在那個品德上 現在更加要由老師在新教研教 帶給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的學習興趣 很多不同的能力 他在三個小時或者全日班的時間裏面 或者六個小時 他們的心情是隨時變化的 所以我們除了有愛心之外 我們要有耐性去對他 有時候可能你問他一句話 他未必即時回答你 我們要給點耐心去等待 當小朋友肯發出這一句話 其實我們的教學又進了一步 又成功的看得到的了 有時候又要細心一些的 特別在這幾年的疫情之下 我們的老師要很細心去觀察小朋友 因為我們只是看到他的眼睛 他的面容等等都是很困難看到的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金庫 所以我們看回我們自己的同工 他們細心到小朋友 就是說他面有藍色全部都是從他的眼睛那裡看得到 或者從一些小動作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一位老師 就是說頭頭的三個心是很重要 另外關心小朋友 我們視我們的學生 好像我們的弟弟妹妹 或者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子侄 你就會把心放出來去做事的話 你會做得很開心 自己都會感覺到那份的動力在那裡 另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做老師都要有信心去學習去欣賞一下自己 有時候可能會擔心我是不是做得不好 其實未必是做得不好的 只不過是老師是過分缺乏了一些的信心 所以今天我們既然分享了 我們都很想把這六個心帶給大家 最重要的有一個開心的情緒 天天抱著一個正向的心態去教學是很開心的 正如我們面對的小朋友 我們剛剛在家中學習之後一回來 有小朋友問我 我去到學校 小朋友問我什麼呢? 他令到我真的很開心 他問我 校監 你打了多少針啊? 我說我已經打了三針了 我自己就很有信心 初初我也害怕的 你會看到小朋友 他因為知道你是容易親近的人 於是沒有這麼久都沒有見你 他也都會把一個問題去問你 其實就跟你聊天溝通 所以我們作為右轉老師 每一天其實是可以有很開心的時候 因為可能我的名字比較難叫 叫方校監 有些小朋友其實叫我做科學家 你說我們常常都在一個很開心愉快的環境之下去工作 你說這份職業多麼美麗呢? 甘虎你有沒有這個感覺呢? 這樣下去 有啊 非常認同校監所說 本著這幾個心去工作 其實我都在幼兒教育裏面工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深深體會到每一年校監都提我們用著不同的心去工作 希望在裏面可以激發到小朋友的學習 還有我們要尊重每個小朋友的個別差異 培養他良好的品德 希望他建立到良好和積極的態度 所以校監每一年提示我們 我們用這六個心去工作 是非常之有一個成效 讓我們的工作更加充滿信心和動力 每一天去接受不同的挑戰 在挑戰裏面其實我們都真是很開心 看到小朋友每一個的說話都令我們很動搖 然後我知道我們都可以再分享一下 管著這六個心裏面去工作 究竟我們會是怎樣呢? 其實一開始 校監我都沒有打算是會做副校長這個工作 那都是由一個教師的開始 那很好 我們用著校監所說的這六個心去到工作的時候 持續進修 肯定了自己的地位之後 原來都有很多的機會 那校監都在學校裏面有很多機會給我們的老師 我相信在每一個的幼兒教的崗位裏面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職位 正如我初初都是一個老師 後來都是晉升了做級主任、課程主任、行政主任、到副校長 那我相信校監你這六個心 正正印證了我們的工作態度是不是? 是啊 我們Be a Smart Teacher當中這個M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那雲雲的老師當中 我們怎樣去提拔呢? 怎樣去推薦呢? 怎樣去栽培他們呢? 真是很看一個個人的態度的 那我相信未來的同學 當你是做了培訓之後 又加入了學校去工作之後 那如果你拿著這五個英文字的話 會提醒到你 我們怎樣有個良好的態度 才會有給別人去栽培的 那其實在幼兒教育這行的行列裏面 大家都會看到我們的前途是很清晰的 我們的每一個不同的級別的晉升 會是很明確地是給你看到的 好像在PowerPoint裡面 你都會看到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崗位 但是你會想一下 一間學校有多少個校長 什麼時候輪到我 我相信當我們入行做老師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 我可以這樣說 我們會很醉心這份工作 所以我們一入行都沒有離開過這個機構 我在這個機構都工作了今年是40年了 所以我都跟大家分享 只要你自己有良好的一個工作態度 你會很有機會給上司賞識 是向你提拔的 相信我們在業界都要有很多的接班人的 所以我們就是說我們的後廊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有一個很適當的栽培給他們 相信我們日後我們都會退休的 是不是? 都需要有很多很精準的接班人的 去接我們的班子的 我麻煩校監 校監最深於在幼兒教育都40年了 其實校監比我很多 我是20年而已 但是在這個工作裡面 真的帶給我們很多很開心 還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但是校監都想問一下 因為幼兒園的老師 我們看到多數都是女孩子 那男孩子又可不可以去做我們的幼兒園老師呢? 如果男孩子的話有些什麼的準備呢? 其實男教師是非常歡迎的 因為在我們幼兒行列裡面 通常很多時候都是以女性的教師為主 你會看到就算在小學 你都會看到多數是女性的教師多些 但是一有男性的教師呢? 給小朋友其實是在角色上面有一個很正向的模仿 或者有些家庭的結構 或者有些很特殊的情況之下 就比較少見爸爸或者跟爸爸生活的 回到學校 媽媽的感覺 小朋友完全是有的 但是過往一直以來 有扮爸爸 都是由自己女的老師去扮的 但是如果有男教師 加入這個生力軍 加入來的話 他的地比小朋友 會是一個很正向的男性角色 男老師你們就做回自己男性的角色就可以了 你是男性的教師 你跟小朋友去傾談的時候 你們都是用回 你們是男性講開話 小朋友 我們一起排隊去洗手間 就不是說叫你扮回女性的教師 我們去洗手間好不好 我們很希望 我們之後都有請過男老師 都發現小朋友 比較是因為這個家庭問題 或者一些單親的家庭 他是沒有了一種父愛 當時在那幾個年度 我們看到男教師 他是產生了很多這一份的力量在那裡 現在我估計在業界裡面 是越來越多是男教師 學校也都接納男老師的出現 所以我覺得男生 男的同學 你只要這樣 我們要具備的那六個心 其實你都可以進軍 我們幼稚園教育的行列 另一方面 就是說我們如果一切做好準備 有良好的態度 在幼教界現在的專業進修 是非常之多機會給我們的 特別你看到好像我們母校這麼大 他們有不同的課程 是比我們有在職前 或者是在職的訓練 都是相當相當多元化的 再加上教育局那個鼓勵 所以我們新的幼稚園教育計劃之下 老師在那間學校的工作 他們要規定在三年內 要有進修六十個學分 我覺得這樣也是鼓勵了 我們的同學 或者我們加入了這個行列之後 是有不斷的進修的機會的 我相信如果你喜歡做老師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可以真是給我們 是持續進修終身學習的機會 即是說其實只要無論男子女子 我們有能力 畢業之後 繼續去 持續去學習 進修在我們幼兒教育裏面 我們都可以 稱職做一位幼稚園的老師 方後監我想問一下 我們畢業了之後 讀完我們的私醫課程 或者是B.A.的課程 究竟我們有些什麼的出路 究竟我們會拿到些什麼的 人家所說的什麼排 去做我們的老師呢? 其實當我們只要是私醫畢業 我們就正式可以在教育局那裡 註冊成為合格的幼稚園教師 也可以在社署那裡 註冊成為幼兒教育工作員 或者一個幼兒中心的主管 這個必須要進修了幼兒教育證書之後 你就會有這個證明學歷的了 那另外有些同學 可能他們都有進修了特殊 幼兒教育工作的 變成他就有多一個牌照了 那就是說我們入門檻 是最基礎要求 就是要有一個私醫的學歷 那相信這個就是已經被我們 進入幼兒教師的工作 第一個最重要的關卡 那也是第一個的證明 謝謝校家 另外想問一下 剛才聽了很多關於進修 或者是我們合資格做一個幼兒的老師 如果是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我很喜歡小朋友的觀點或者態度 我就可以去加入這個幼兒教育的行列呢 是 我們喜歡小朋友是需要的 我們真的很需要喜歡有小朋友的心態 但是只是喜歡不行的 因為我們是一位老師 我們有一個責任感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職責去怎樣去 在這個學前教育裡面 是教導小朋友 在認識了他們的體能健康 語文 數學 大自然 個人群體 藝術創意等等 其實我們是充滿一個使命在這裡的 我們要很有那個責任感 去帶領我們的小朋友 怎樣每天能夠 愉快地從遊戲中去學習呢 所以我們不單止喜歡小朋友 我們還要積極為教導 去教好我們的小朋友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嗯 我都知道在這六個範疇裡面 其實我們在社會上面 都有不同的機構或者學校 都可以用心這樣去栽培我們 給我們一些機會去進修的 是不是? 是啊 我在教育其實都有很多的培訓 是定時給我們的同工可以去進修的 很多的大專院校 就說回我們自己的母校 Maggie 我們都在畢業之後 都在回來大學 有不同的課程去進修 令到我們真是可以終身學習的 我覺得現在我們作為老師 特別是幼稚園教師 那些出路 薪酬方面 待遇 都是非常理想的 是不是? 給大家去看一下 分享一下 好啊 好啊 這個是很吸引我們的 也都很感恩的一個工作來的 是啊 所以smart teacher 最後有個T字 那個 thankful 感恩 就是說 每每我們凡事 是有一個感恩的心 會令到你做任何的工作都好 任何事情你都會覺得很開心 薪酬是一份的尊重 當我們去初初入職的時候 我不怕告訴大家 我初初入職的時候 我的薪酬 大家聽清楚了 是只有1500元而已 你看一下 現在那個幼稚園行列裡面 我們的教師的薪酬 一直去到不同的職級上面 都是有一個很尊重的金額在這裡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進修 是獨幼兒教育的話 我們一畢業出來的了 我們是拿著我們將施衣拆的呢 當學校要聘請你的呢 你那個入門最低的要求 那個薪金一定在今年來 我還沒有改變那個要等教育 那樣東西 就是說我們一入門 就是22,790元 那這個都是對我們來說 是挺吸引和挺開心的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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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監你入行呢 就剛才你說了 40年了 那就是1500元 那我呢就是20年前了 那好你一點點的 我是6000元 那所以呢 20年後的增長 真是真是很感恩 見到其實都是得到社會的認同 那所以呢 幼師的專業肯定是隨著環境的轉變 社會對教育的期望和要求去提升 也都對我們老師呢 幼兒園老師有一個專業肯定 那我相信呢 面對未來的挑戰裡面呢 只要我們努力去進修 裝備好呢 剛才校監所說呢 那五個英文字smart 做一個smart的teacher 還有擁有那六個心呢 我相信呢 一定是可以呢 培育更多我們呢 優秀的小朋友 一切呢 從幼兒教育開始 那最重要 我們當然是選到一間好的 大專院校 給我們去進修我們的課程 令到我們那個理論與實務 都能夠結合的 那我很希望多些的同學 進入這個行列 做我們未來的接班人 多謝各位 好 多謝了 多謝了 多謝了這個方校家 分享了這個四十年的經驗 那也都多謝這個金副校長 大家的分享 那好了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這個問答環節 那我剛剛就收到 其中呢 有個朋友呢 就問了一些問題 那他就說呢 他就說 其實呢 他很明白呢 做幼兒教育工作者呢 要有耐心 又要做個Smart的老師的 那但是事實上 有時候我們呢 就是你現在 你也知道香港 香港很多工作都很大壓力的 又多工作 那有些時候呢 小朋友呢 又會有些情緒 不聽話 又要對著很大量的家長的溝通 那就是有時候老師呢 壓力都會很大 那不知道方校監 和呢 金副校長呢 對於處理壓力方面呢 有什麼可以分享到給大家呢 就是大家呢 還有呢 萬一真的 嗯 在課室裏面有時候小朋友真的不聽話 嗯 老師呢 就真的有些壓力你了 那怎樣可以呢 即時處理到這些這樣的情緒 然後呢 又可以呢 教我們的小朋友 而且呢 也都不會把我們的情緒 帶在課室裏呢 是 或者我先說好嗎 好啊 好多謝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非常之實在的情況來的 因為有時候很多時候我講小朋友呢 每一天的情緒都不同 或者每分每秒都有改變的 那而我們作為老師呢 因為又要面對家長 面對小朋友 最重要是先面對小朋友 也都是要跟學校 一個團隊的合作等等 可能再加上生活啊 等很多的會累積了一些壓力都不頂 但是我覺得呢 最容易要輸解一件事 當你面對有困難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說出來 因為呢 在學校特別是幼稚園來講呢 我們是一個團隊的 每一個班房 最少起碼有兩位或者三位老師 你一定會有一個合作的老師在這裡 我們大家可以溝通 又或者學校有主任啊 有校長啊 我們不妨把我們的困難講出來 好了 或者在班房裡面 你突然間面對到 有一件好 你接受不了的 或者突然衝出來的情緒 記住一定要冷靜 立刻或者跟個伙伴講 我想去洗手間 你走一走出去 可能喝一口水 那你就會幫助到你自己 不會有衝動的情緒出現 因為如果我們作為老師 是不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 有衝動一刻的話呢 可能那個後果我們會有一個很大承受 一個問題在這裡的 所以過往我都是建議就說 有壓力大家講出來 大家是互相支援 因為我們是一個教育的團隊來的 是啊 非常之認同 我自己都是在前線的工作開始做起了 我相信partner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們是一個團隊來的 不會孤軍作戰的 學校總有我們的同事 有我們的上司 都可以和我們去分擔我們的問題 又或者遇到家長的情況的話 其實校長都可以幫到我們去處理 只要我們多些去提出我們的問題 那而壓力呢 我相信去到做老師 或者去到不同的工作上面 都會有壓力的 那可能我們又有正向的態度 將壓力化為我們的動力 也都是將壓力作為我們一個挑戰 只要我們克服到這個壓力和挑戰 那我相信這一個是我們最寶貴的人生的經驗 好 多謝你們的分享 我都覺得是真的 方校監的方法真是很有用 謝謝 我教書的時候也是 然後有一個同學想問一些很特別的問題 這個真的要留給你們回答 我相信這個同學問應該是快畢業的同學 他想問方校監同金副校長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的畢業同學 差不多畢業 如果要去面試的時候大概會問些什麼題目的 我猜每間學校有每間學校不同的要求 但是通常都是說 為什麼你想成為教師 這個是最普遍的問題 我想熱界會是 另外一樣就是說 都會問你 你怎麼樣去教不同能力的小朋友呢? 希望從中聽到老師 對那個小朋友學習的差異能力 究竟他有多少的理解 其實都可以看回老師去面試的時候 對於幼兒教育裡面 他可能將他實習的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他在實習裡面 帶過一些什麼的活動 或者是安排是怎麼樣 都作為一個的溝通 另一方面 我知道現在很多可能已經即將畢業的同學 他們要去面見 去學校做interview面試 有幾個最重要的就是守時 要準時去到你要見的地方 這個第一個感覺是很重要的 好 謝謝方校監 還有申請教授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點點 好啊 沒問題 這麼大的課程是非常完美的 我可以說的就是 在他們臨畢業之前 已經做了一些Mock Interview的課程 使得我們的學員 是充滿信心去到不同的幼轉接見的 是嗎 我沒有錯到 是啊 是啊 我們每年都有的 幫校監都有幫忙 所以同學就不用太緊張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真的有一個客人 好像金副校監這樣說 金副校長這樣說 就是有客人 因為他很重要 好了 我們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了這個方校監 和金副校長 如果同學還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去我們 出了我們這個討論之後 就會有一個Live room 如果想申請我們大學的課程 尤其是我們幼兒教育的學生學位 甚至乎我們幼兒教育的文憑學位 所以同學歡迎 你可以去我們 除了我們的網站去問 可以打我們熱線電話 Email 甚至乎可以利用 今天我們有一個現場 在出了一個很漂亮的圖畫 的check room裡面的聊天室 問我們的同事 今天就真是多謝兩位嘉賓 還有其他的講座 今天我們一整天都有一些不同的講座 也都會很豐富的 如果同學真的想知道更加多 關於我們幼兒教育課程的 我們在1點半會有一個 幼兒教育課程簡介會 就會由我們的同事 Dr.Vanessa Pine 會和我們講回更加詳細的 也都歡迎同學去這個 Exhibition Hall 去看其他不同的課程攤位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了 多謝兩位嘉賓 好 多謝所有朋友來了 好 遲些見 拜拜 預祝各位成功 好 好的 我有請 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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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